稿件来源 长春亚太官方 近两个赛季 长春亚太的内缘影镜工作更加注重时效 而且也物超所值 比如本赛季影镜的弹龙 他目前以武力进球成为队内的本土射手王 而上赛季影镜的范晓东 不仅出行率高 而且可以升任左边后卫 左边前卫 后腰 前腰等多个位置 成为球队的多面手 郭庆 中秋长假 长春亚太午休 亚太视觉团队也走进亚太球员 聊聊他们的足球感悟 今天我们推出范晓东的人物专访 儿力之年再出发 我始终认为环境可以改变人 尤其是逆境 更能让人成熟 它可以让我以更平稳的心态 去面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对于三十儿力的范晓东而言 两千零十七赛季是他登上职业联赛舞台的第十二个年头 而且也是踢得最风光的一个赛季 用他的话讲 无论在深圳还是杭州 亦或是在长春 他都以最职业的一面 适应着陌生的环境 以至于他在三十岁时终于披上了国家队战袍 那是一段苦境甘来的感觉 也是热血沸腾的冲劲 作为长春亚太的主力 能够在儿力之年再出发 范晓东一直想踢下去 享受足球的快乐 以职业的态度去对待这份工作 两千零十五赛季 杭州绿城开始年轻化 范晓东也动了离开的念头 赛季结束后 很多机会摆在了范晓东面前 长春亚太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离开绿城的想法很早就有了 毕竟绿城开始培养年轻球员 我们这些老队友没有太多位置 那个时候 2015年底 我是自由生 选择也比较多 当时是有一家南方球队邀请我 但我这个年龄要考虑自己的出场机会等 此外 我之前一直在南方的球队踢球 也想尝试在北方球队效力 作为一直有着百年梦想的足球俱乐部 长春亚太的底蕴打动了范晓东 而在与俱乐部高层接触时 范晓东也不断增加对这支俱乐部的了解 于是他签下了一份五年掌约加盟长春亚太的第一个赛季球队承受 着巨大的宝极压力而满情的范晓东感触最深 去年 我们的宝极压力真的很大 一旦不赢球可能就会掉极 真是踢了一年的生死战 范晓东说 我妻子一直在长春陪我 有时输求了也流露出不开心的情绪 倒不是我要把这种负能量传递给他 只是输求无法让人开心 他后来很理解的说 你如果不把这些情绪宣泄出来 很难摆脱心态上的困扰 投入到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中 我很感谢他的理解 上赛季 范晓东出战30场 除去前两轮未能打满90分钟 余下28轮全部是首发 并打满全场整个赛季出场 时间达到了2600分钟 奔赛季战霸第26轮时 范晓东因累计四张黄牌和伤病 紧缺占两场 在争夺激烈的中朝赛场上 如何让自己保持长久稳定的状态 扔到30 心态上的确会有变化 踢了12个赛季的职业联赛 我的心得就是要以一个职业的态度 去对待这份工作 包括作息和饮食要有自律 比如火锅之类的基本上不能吃 此外作为一名老队员 在训练和比赛中也要对自己有要求 可能我的失误 年轻球员不好意思指出来 但自己会内疚 特别是与状态 能力差不多的球员对抗时 落了下风 那一定会追回来 我不会去找场地或是天气 原因 范晓东说 本赛季范晓东 打进两立非常精彩的世界波 这样的竞球本应发生在 前锋球员身上 但却是一名左边后卫出身的多面手 其实我认为射门的感觉是最重要的 可能每天很少有一模一样的家恋 主要就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和位置感觉 再就是基本功 用冰薄精神匹配俱乐部的职业态度 本赛季立章 朱汉陈金刚两任主帅挥下的长春亚太判若两队 前五轮 长春亚太积分垫底 一顺南球 后21轮 长春亚太不仅连克北上广 而且也能从河北华夏幸福 天津全剑身上抢分 作为一名老将 范晓东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陈指导上任后把大家的心惧到一块冷球 对更加团结 打法也更加统一 每场比赛很腰梯 我们的思路很清晰 现在我们每天训练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如何让亚太更有战斗力 其实场上的拼墙也能反映出场下的训练 生活因为大家的表现都是积极的 陈指导在战术上要求我们比墙有侵略性 战略上要求我们不能把自己定位成保级队 这是主教练灌注给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自信心和定位都提升了 范晓东说 凭借着对长春亚太的了解 陈行刚接手长春亚太率应后 从目标上经常灌输弟子 这样一种理念 就是不能满足于现状 体系化的训练让球员保持着极高的求战和求胜欲望 这样 我们的自信心也足了 在场上亚太足球人将训练成果反映在了球场上 我们特别想在场上为长春亚太争得荣誉 回馈所有为这支球队付出的人 回报亚太球迷多年来的不离不弃 客场打天津菜达那场比赛 我们回头看录像 发现一个瞬间我们四个人同时围墙他们一个人 这样的画面说明我们的状态和思想非常统一 执行力和战斗力很强 范晓东说 为了打造百年俱乐部 营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足球环境 本赛季 长春亚太更加注重球员的各项保障工作 而这也极大的提升了球员的求胜欲望 俱乐部敬越基地的投入使用 提升球员训练质量的冷疗枪 这些硬件条件的提升让球员感觉到俱乐部非常重视对球员的的保障 就无以给球员释放出很多积极的信号 把球员的后顾之忧解决了 我们不需要考虑吃的好不好 恢复到不到位 只能用拼搏精神来匹配俱乐部的职业态度 范晓东说 逆境给我更平稳的心态 每一名球员从清训走到职业足球舞台上 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 只有不断是硬心的环境 职业足球的路才能越走越稳 我始终觉得逆境是最锻炼人的 逆境确实很难过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为时腰别人都顺风顺水 我老是有这腰多困难 但当你顶过来后 你面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会有一个平稳的心态 这也许就是20岁的运动员和30岁的运动员的区别 顺境时候可能你就像是个盲人 你好的时候别人都会说你好 但不是每个人的表扬都是真诚的 逆境反而更锻炼人 更能认识自己 范晓东 某种程度上 一场比赛可以涵盖整个人生 从第一分钟到第九十分钟 从进球到失球 从领先到落后 这些都是人生中的起起伏伏 需要球员以不同的心态去面对比赛 在这个浓缩的过程中 球员要做的就是按照正确的思路坚持下去 才能做到苦尽甘来 范晓东说 我觉得坚持是最重要的 其实每个赛季每场比赛都是人生的缩影 这里我感谢一路走来帮助过我的俱乐部教练 队友和球迷 进入儿力之年 职业生涯开始进入倒计时 对于范晓东而言选择三十岁时再出发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石腰 从我个人来讲希望有机会再入选国家队 按照自己好的习惯去做再去提升 俱乐部层面我们不应该仅仅是保级队 我们要走的更远一些 随着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的不断完善 有机会的话 我们起码可以对亚冠球队产生冲击 同时我也希望在退役前拿到一个冠军 无论目标能不能达到 我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每天的训练或比赛都会给自己更多的刺激